哈囉大家好,我是收看凱瑞的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這次與美好世界合作的全新地獄集 那這部影片即將會為大家介紹怎麼樣比較好通關 以及適合通關的隊伍 那我們稍後9點半的時候會在我們主頻道有一個直播 所以大家也別忘了 可以在這部影片留下自己想看的隊伍 或者是好通關的隊伍,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那這個網站是由 G8 Game 提供的 所以大家如果說想看到最新的資訊的話 可以來到 G8 Game 這邊找地獄集的關卡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 為大家分析一下這次的地獄集關卡 那這次地獄集關卡說實話蠻作囚的 那這次三大獎都有被作囚到 尤其是第二關這邊就是作囚的關卡啦 那第一關 會把魔族以外的成員攻擊減至0 並且會重置他們技能超級機車 但是這個是一個優勢啦 因為像是他會制裁100% 所以到第二關這邊你就可以 由於你的攻擊減至0了嘛 所以你可以爽爽在這邊洗技能 那魔族的話就沒有辦法在這邊洗技能了 因為魔族的攻擊提升兩倍 在這邊就要怕打死敵人 那第二關這邊呢 是自爆會有2萬點的傷害 所以四隻總共是8萬點的傷害 像如果說你是帶上這次 打克尼斯當隊長的話 其實就有超過10萬的血量 所以這邊就可以直接吃下這個傷害 還蠻變態的 那普通的隊伍呢 就是直接一COMBO一COMBO洗技能 欸! 不對,打克尼斯沒有辦法 在一開始就直接解決掉他們 因為他會攻擊減至0 對,但是大部分的隊伍 應該都在第二關這邊洗好技能 像是惠惠的話 就是洗好技能就直接開個主動技能 炸整版 大概是這個感覺 所以其實這次就有做求到這次的三大獎 那智障女神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轉然後有87%減傷 應該是可以擋掉這個8萬的總傷攻擊 那這個主隊雙減的意思是 主動技能或隊長技能都可以造成減傷 所以其實你可以帶水游俠啦 或是任何一個減傷卡片 在這邊都有辦法解這個制爆的盾牌 好,那第三關這裡呢 蠻激色他會每回合引爆新服食 並且五回合之內全隊攻擊減至10% 那以爆的服食越多的話 敵人呢,回復生命越多 那並且還有兩秒轉珠的一個限制 那這個感覺做求給智障女神 一來是智障女神他可以消除附加效果 那二來是智障女神他有一個減傷 而且無是這個15秒 兩秒轉珠有15秒轉珠 所以這個智障女神是完全可以完美解掉這個盾牌的一個角色 那你也可以帶其他角色 像冰花也可以附加效果消除 或者你直接把技能這個減傷攻擊減掉也是可以的 因為前面有稍微洗到技能了吧 所以其實這邊有非常多方式可以去做解決的 好,那這邊過完之後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裡呢,有一個附加效果消除啦 所以這一次其實不太適合帶巫女系列的角色 那這邊有個附加效果消除 那第一關也有 所以就是這兩關要注意一下 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帶巫女的話 可能要在第四關之後再開啟了 好,那這邊就是考驗你的手轉啦 八康以上的追擊盾 這個就看自己手轉 不然就帶一個 嗯...主角之類的來解決吧 或排豬的 好,那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的技能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五級復活 換句話說你要被敵人打到五下之後 你才可以打他 不然他就會一直復活 一直復活 那每次復活 敵人的攻擊力減傷是50% 所以一開始他打你八萬嘛 那如果說你打死他 然後他在復活的話 他就會變成四萬 所以一直減少 一直減少 那這個八萬的攻擊力 像是達克尼之所以雙隊長 就可以直接扛下來 非常的狂 所以其實也有做求到這次的大獎 或者是這張女神有減傷 87%也是可以直接擋的 所以這次其實都有慢慢做求到這次的大獎的部分 好,那第六關就是王關啦 有雙階段 第一階段是如果是隊伍中有神珠成員的話 會永久的封鎖主動技能以及攻擊力 然後並且將所有的符石轉成 隱藏符石 所以這就跟你講說最好是不要帶神珠 不然如果你帶神珠的話 你可能要另外帶一個解版解真版的角色卡 或者是你可能要帶一個 解那個鎖定的那個鎖鏈的角色 比如說暗昧或者是包子 聽說包子好像Bug不能開 真的是蠻機車的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這一點了 那再來是不能消暗珠 不能手下暗珠 這個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到王關第二階段呢 它會射擊左右兩隻行 有個電擊珠子 那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限制是 如果說你隊伍中有人類成員的話 你碰到那個電擊珠子的話 就會直接死掉 超G車,到底為什麼 這個是新的技能吧 所以建議大家也是不要帶人類 如果真的要帶人類的話 就不要碰到左右兩邊了 那再來是它會復活 如果說它40%以上 你一拳打死它的話 它就會直接復活 並且復活的時候 攻擊力是提升兩倍的 那它的攻擊力是18000 就會變成36000左右的傷害 那它的血量是3000多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跟它對魔 魔到它 剩下40%以上都在一波帶走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好啦那這次看完之後 大概做球給這次的 達克尼斯跟這場女神 通關應該都是蠻順利的 那揮揮的話 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因為在王冠這邊 第一階段有神族成員的 一個克制 所以你在帶揮揮的話 隊員如果說有帶神 神族成員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了 不然就組一個全人的揮揮 好像也可以 是比較適合的選項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大家也歡迎在下方 留下 自己想要看的隊伍 以及 這一次 能夠比較順利通關的隊伍 那在晚上9點半的時候 會在我的主頻道 跟大家一起挑戰這個 G8的新地獄集 以上就是這次的地獄集關卡 搶先看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 新的關卡介紹 不要忘了按下影片 訂閱我記得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我是王一凱 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